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有什么事 老人为难得欲言又止 女婿笑着说 爸 都是一家人 有啥需要帮忙的就说吧 左一旁的亲家母也问 亲家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 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 老人终于开口说 想借一千块 去买几只小羊回来 痒痒卖钱 女婿说 借一千没问题 但是得打借条 听着女婿的话 老人愣住了 没想到女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自己来找女儿借钱 竟然还要写借条 老人看了看旁边不说话的亲家母 心里头犹豫了 不知道这钱到底借还是不借 没一会儿 女婿拿来一个信封 说借条和钱都在里面 让老人收好了 同时顺手就把信封塞到老人手里 老人已经没有心思继续待在女儿家了 拿着信封闷闷闷不乐地回到家 望着鼓鼓囊囊的信封 老人还是把它拆开了 数了数里面有三千块 外加一张折起来的借条 老人打开借条 看着上面的画 彻底傻了 借条是这样写的 爸 希望您不要生我的气 刚才给您说写借条 其实是说给我妈听的 您也知道我妈的性格 我要是直接拿给您 她过后估计会少不了刁难小梅 所以我才说写借条 这样她就不会说什么了 一千块您拿去买羊 另外的两千块去买点营养品 买点衣服 看完女婿借条上的话 老人眼眶湿了 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 是啊 庆家母当时就坐在旁边 要是自己直接拿走一千块 按庆家母的性格 表面上不会说什么 但事后可能会少不了找小两口的麻烦 想到这里 老人由衷地感叹 能有如此聪慧的女婿 真是一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